園林縣一名印尼籍女子 埋了一戶公寓 跟本國籍男友同居生活 但是兩個人頻頻發生爭吵 讓鄰居是不堪其擾 而經過了解過去南方爭吵時 曾經動手打人 所以女子呢申請過保護令 但是時效過了之後有固態附謀 讓住戶苦不堪言 穿著火辣染著紅髮女子 一臉驚恐從住處逃出要搭電梯 就在電梯門快要關上時 一名壯漢從住家衝出 將女子從電梯拖出來 鄰居募集整個過程嚇到報警 鄰居表示這種暴力驚恐劇幾乎天天上演 這對同居男女三天兩頭 不分日夜破口對罵甚至爆發肢體衝突 高分貝的聲響不但吵著鄰居不得安寧 甚至有人PO文擔心會鬧出人命 據了解公寓是印尼籍女方買的和台灣男友搬進來 一年前遭到對方施暴 有申請保護令 日前時效過了 男方又跑回來 兩人天天爆發爭吵 警方或社工趕到時女子又會心軟 擔心男友被抓走 否認自己遭到暴力對待 今年統計該處報案有兩次 進行相關的柔性勸縮 袁警也無奈 兩位當事人都已成年 不管是為了金錢或所事撕破臉 畢竟清官難斷家務事 警方疲於奔命 左右鄰居也跟著痛哭 結果正義雲聽報導 ???